今天很開心,我們可以請到我們的校友Desmond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他是我們A-Level好時代的一個師兄 我想問你在學校有沒有一些特別深刻的活躍 或者你今天回來會不會有些特別的感覺 其實那時候那兩年是回顧現在我這個年紀 那兩年到現在為止都是最開心的兩年 所以其實你們很珍惜現在這個時候真的非常開心 同學仔是真誠的 今天走回來其實我知道走的路是以前走開的 但是全部的環境已經不同了 回到來我想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樣子或者是地方 其實都不會找到好像剛才教授帶我走 以前我們上課的課室那些LAP 我完全是好像鋪排很像一樣的感覺很乖 又好像熟悉但感覺是陌生的 這樣 你剛才會說到要很珍惜讀書時代的朋友 另外你又會不會有些老師很掛念或者特別想多謝他們 會有以前教過的 好像五人英科學長 以前她教過英文 以前還有很多老師的譬如教過我的周Sir 今天就見她不同 還有Ms.Clock Ms.Clock是以前教過我的 chemistry 還有很多真老師 或者是教過我們大俄的柳Sir 很多很多 可惜今天就無緣見到他們 我就知道你讀完莊啟程之後 去了科大到讀生物 再之後就去了海洋公園做 做捕魚類動物的訓練員 似乎你都好像很喜歡在這方面發展 為甚麼呢 其實是巧合的 我其實就 小時候其實我沒有一個目標定給自己 這是我到現在為止最後悔的一件事 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不想將來我回望 為何我的會考會這麼差 其實不是我因為甚麼原因 只不過我不甘心 我自己根本就沒有勤力過 沒有努力過去讀書 其實我想給個答案自己 究竟我如果我真的用心思讀 我用心思考 我究竟有甚麼結果出來 就這麼巧 科大手座 自然就入了科大讀 但很可惜 我到年三年的時候 他就轉制 要你讀多個教育課才可以教書 我已經用了這麼多年時間去讀書 自己心急 想出來做些工作 不想讀那個課課 不如找工作 那時候巧合的 我看Recruit 就看到海洋公園請 他那時候叫做 海洋畢類動物 學徒 進去之後才知道 原來學徒 第一年半是合約 合約 合約就叫做學徒 你完成了那一年半 可以升做訓練 即是海洋公園那些 你見到他表演的訓練 我照顧過海豹 海獅 海獅 海豚 也有照顧過 北極湖 貓頭鷹 之類 其實做了 是發展到 對動物的愛心 原來對訓練動物的訓練技術 也有些興趣 所以留在那裏十六年 我想問 你做過學徒和訓練員 我想問訓練員的工作 是否就是我們平時看表演的 其實你們看到的 是很少很少的部分 其實最主要就是 簡單地說 有關你照顧的動物 所有有關牠的東西 都是你的工作範圍 例如表演 例如清潔牠的地方 例如牠身體不舒服 或者牠要生嬰兒 都是我們的工作範圍 有時是 有些事情是通宵 例如牠病了 我們要通宵看著牠 牠入了預產期要生嬰兒 我們天天通宵看著牠 還有些是訓練方面的東西 例如那隻動物 讓你照顧的 你要幫牠想起 牠有甚麼訓練是需要的 有人說動物表演是不人道的 以你的經驗體 是否真的是這樣 其實動物表演 你們看到的動作 都是他們自然界可以做到的 懂得做的事 只不過 牠為何會加入我們訓練 一起做的表演 訓練的工作 就是教會牠何時做的行為 其實 你說辛苦不辛苦 其實不是太辛苦 因為那些他們只不過是跳躍 或者高速遊泳 但是 你說悶不悶呢 動物某程度是會悶的 所以作為訓練 如果適當地調教 場表演的節奏 或者在獎勵方面 令到動物有興趣的話 那隻動物是 建立到一個興趣 去跟你合作做一些事情 所以表演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 一個時刻動物和訓練員相處 玩的時候 所以你說人人度 其實是很視乎 carry out的訓練 如何處理節奏 如果訓練是和朋友 很懂得和牠玩 其實動物和牠表演的時候 是一個很close的時候 其實動物就會喜歡 那個表演的環節 聽你這樣說 你可能在海洋公園裡 也要照顧不同動物 那你有沒有遇過 什麼特別難忘的事情 曾經公園派過 去日本那裡 公幹 可以這樣說 去到日本那裡 帶一隻班牠 帶回來香港 其實那個旅程 只有我過 所以在整個旅程的過程裡 我都要把所有的東西 其實那個旅程 早上6點已經是開車出發去機場 但是因為我們需要坐直航機回來 但是在福岡那裡 沒有直航的貨機回香港 所以我們就要開車去大阪 坐8、9個小時去大阪 在大阪那裡才坐直航的貨機回香港 但是那個貨機就在內地延遲了 起不了飛 所以那次再加上延遲多6個小時 所以那隻動物離開水 十幾二十個小時 其實沒有問題的 動物是肺呼吸牠可以離開水那麼久 但是我作為一個照顧牠的人 我就要幫牠去處理回牠需要的東西 譬如牠要濕潤 牠要飲水 那我就繼續給牠一點淡水 噴牠給牠身 幸好回來也是很健康的 所以這個旅程我就學到很多很多東西了 那我又想問一下你 有些人可能會當牠們自己的寵物 像人一樣 有空跟牠們聊天 那作為海洋公園的動物訓練員 你會不會跟牠們聊天 或者可能有時你放假日 off的時候 會不會很掛著牠們 絕對會聊天 我們跟牠們照 我們都會跟牠們好像一般草蜜 都會一樣說話 但是我希望牠可以純粹在我們的語氣方面 了解我們當時的情況 知道我們想去做些什麼 如果牠做得對的時候 在語氣方面表露到感覺到 如果我們討論牠們 牠們會繼續有信心 朝著牠們的方向去做 所以一路跟動物討論是有必要的 我們主要有幾種 我們叫做SD 那些手勢或訊號 簡單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會有輕訊號 輕訊號也會有 例如這樣 那些都是一些動物 可以了解我們想去做些什麼的方法 那很感謝今天你為我們介紹了 那麼多海洋公園的動物訓練員的工作 那如果同學們都想知道更多 關於我們師兄或師姐的發展路向的話 就可以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拜拜